那也很开心在这个 雇主团队可以做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 那 就是要当打火队 那也很荣幸 那跟大家分享我的美乐家故事 那我的主题是平凡的企业家就是我们是一个小人物 然后能够遇到美乐家 那我来 分享 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好 那历师是从小生长在眷村 那在眷村的时候呢 我的 爸爸是军人 然后我的妈妈 其实在大陆的时候 他是师范学院的学生 可是来台湾之后 没有机会去当老师 因为来台湾之后就跟爸爸结婚 那一个 一个 18岁一个16岁 就结婚了 然后结婚之后呢 就生下我们六个小孩 所以妈妈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从小就看到妈妈 每天早上 就是 我们还没还没起床他已经在工作 那我们 要去睡觉了他还在工作 所以看到妈妈这个心情的工作的部分 我觉得 我是 有学到妈妈的这个努力不屑 所以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聪明 可是 我是 勤人补着 然后爸爸是 军人退休 那军人退休之后呢 每个月有三万块 我超羡慕我爸爸的那个三万块 可是 我 没有考军警 或者是老师 也没有去考 公家机关 所以我就没有那个 持续收入的这个部分 退休金的部分 那 妈妈 过世之后 妈妈在47岁就过世了 那那个时候 我是拒绝联考的小子 那等妈妈过世之后 因为同学就是有 有一个同学他 在去当兵的时候 被老兵 欺负 过世了 然后我们同学就去 看他 看的时候呢 就发现说 我的同学怎么 有的考到师范学院 有的考到 考到成功大学 我说 那不行 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学校读 那那时候 寒假就只有 成功大学有在 招 那个 空中上专的学生 所以我就去读了 不然原先 我也是想要去当代课老师 然后 我二姐是 就是他读了 他去考了那个 教育学分班 他就说 我先去代课两年 然后去学那个 学校学两年的 那个教育学分 我就可以成为老师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急着想要上学 所以就考到商专 所以就跟这个老师 那个 没有缘分 那之后也到南台科大 读了老板娘学院 结业 再来就是我 我的经历呢 就是 我都半工半读 那半工半读的时候 我就去一个贸易公司当秘书 那在当秘书的时候呢 那边的四年就是让我读书 读完之后我就 我就跟老板请假 说我想要去 我想要去日本玩 靠赏自己 毕业了 那老板就 用另外一个方式说 你可以去韩国 那我听他的意思 好像 怪怪的 所以我就干脆 干脆自动放假了 就没有再去 那后来就是 担任了西药的 代理商 那代理商的话是 每个月 一年就要先开一整年 每个月14万5000的票 给代理那个药厂 那我每个月呢 我的 收入 就要大于14万5 才是我的收入 所以那个时候 我发现 这样子的方式 这个赚钱是压力非常大的 所以后来我就想办法 开了一个安心班 那我真正工作的时间就是 有劳保的年资 是四年半 我就不喜欢去上班 因为我 我觉得上班 每天那个 敢打卡那种感觉 我非常不喜欢 所以后来我就是想说 我自己开一个安心班 我自己来当老板 自己当老师 来教学生 那后来就是因为 小孩子要出生了 那我发现 我在教小孩的时候呢 因为怀孕肚子很饿 然后就要 偷偷的跑到厨房去 吃了两个水煎包就冲出来 然后就要 就要再教学生 那 等到小孩要出生 出生的时候 就觉得这样的生活 也不是我要的 那种太紧张了 所以 小孩出生之后 我就是把 把安心班 盘给人家 然后我就是 做百分之百的妈妈 那这个期间呢 我们也开了 代书事务所 还有 房屋重建公司 可是 代书事务所的话 就是我们 的业务啊 就是 都要 都要很多人脉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 说实在的 我的 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 我非常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可是 后来就是要改变 那改变的时候呢 就是改变说 多认识人 那房屋重建呢 重建的时候是 我一个房子都卖不出去 那我就觉得那个 那个 挫折感非常的重 好那 那 那个时候呢 我就参加了 一些社团 认识人 然后也参加老板娘自己 开办了这个老板娘协会 然后再去参加了中小企业妇女协会 还有安工妇女协会 那这些我都担任过会长了 那在 前年去了一个 南凤狮子会 那我在美乐嘉的 是23年 那我就来 好好的分享一下 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关键数字 就是39.8 我在39岁8个月的时候遇到美乐嘉 那遇到美乐嘉的时候呢 是那时候 因为我的代书 的 收入 跟仲介的收入 不能 附和我自己 所想要的数字 所以呢 我集集营都在找机会 我也去了保险 保险做了一个月 然后我的保险 那对方没有 没有缴费 我就被主管骂了 我就说那赞我不呆了 然后又 去做了那个 保养品的 那个 直销 那那个直销呢 竟然说 我们今天 大家重新来抽签 看谁当上线 谁当下线 说这个叫做 天堂线 我说这个是 这是在做什么啊 我这个搞不懂 所以我也不做了 那后来就是 遇到调整型内衣 那个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 我都要去 给人家整锥 那整锥的时候呢 就有个小姐一直在那边好像就是要 一直等着我要 要帮我试穿 那我很不喜欢被人家 设计的感觉 所以我就是怎么样我都不穿 那不穿然后到有一个月 刚好那个 枕椎师他就跟我讲 反正这个月四月啊 是你的生日 你穿穿看 穿的不错 你就当做买 买给自己当生日礼物嘛 我说 买给生日礼物啊 好好好 我就去穿了 那穿了以后呢 那那个时候其实 我 睡眠是我最大的困扰 我没有办法睡觉 那我换了26个枕头 都没有办法 觉得说 很舒服的睡 然后 那天穿了调整形内衣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好像睡得很舒服 所以我就买了 那买了之后呢 就 无形中 我的朋友知道我身体不好 结果怎么好像感觉好一点 你在做什么 怎么啦 我就说我在 我在穿调整形内衣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很快的 就 我的朋友都跟着我穿 那穿了之后呢 我一个月就可以月入20万 那我就用两个月的收入 40万去买了一台小march 我觉得说 非常棒 我一个女人 买 用40万现金去买小march 哇超棒的 然后 就开始 经营 这个 调整形内衣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一天我去做整追的时候 我就看到旁边有个女生 那有点 肉肉的 我就觉得 他很适合穿美乐家 不是 穿调整形内衣 讲美乐家 讲习惯了 我说他很适合穿调整形内衣 然后我就说 小姐我可以帮你试穿吗 他说好啊 那他 就很 很厉害喔 他就是 让我试穿 那我试穿的时候 大概要半 半小时到 一个小时当中 那他就一直跟我讲美乐家 那我就跟他说 小姐你让我把试做完好不好 然后我还就没有讲美乐家 然后 做完之后他就说他要买一套 那可是呢他没有带信用卡 我说那 那好啊 那那什么时候可以刷卡 他就约了一天 约了那一天刷卡的时候又跟我讲美乐家 可是那个时候我是很专注的 要把当下的事情要做好 其他的事情我都听不进去 我就说小姐我头很痛 改天再说好不好 然后他说好 然后就下一次他又打电话给我说 律师 我还要再买一套 我心里又想 本来调整型的衣就是要买两套替换穿 哪有人再买一套的 然后他在 这一次呢 我就去给他试穿 照理讲是一个礼拜是不用试穿 就直接用原size就好了 可是他就说 不行 他要试穿 原来他就是又要跟我讲美乐家 可是我真的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我就说小姐我头很痛 你不要讲好不好 然后后来他就说好啊 那我就没有再信用卡 然后就下一次要 要刷卡 就说要 问我要不要去 我心里想 刷卡当然要去啊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又跟我讲美乐家 那这个时候其实 我收完钱 那两万多其实都是我赚的 那我就问他说多少钱 他说两三千而已 我说那你不早讲 因为我赚了两三万嘛 那换个两三千 那个是可以的 所以呢 我就 我就加入了 那加入之后 那我还是在经营我的那个调整型内衣 那可是有一天我要去那个 麻豆的时候就有一个 我的伙伴 去麻豆 我就说 我现在接触了一家超市 那那个他有一个 那个录名带你听听看 然后有个目录你听听看 听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好像不错 可以去哪里买 我说 这么快 我就打给 我的推荐人 然后 他就说 我问他说 我朋友要问可以去吗 他说可以啊你带他来 然后我就带他去了 然后 那这个朋友呢 就加入了 加入之后呢 他就跟朋友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隔壁邻居 那因为我女儿 异味性皮肤炎 我求神问谱中医西医 都没有办法改变 他的这个 这些现象 哎 竟然我只是换品牌哦 换美乐家的 结果 我女儿的症状就改善 我就很吓 吓一跳 因为我去了那个台南 有一家为人那个 那皮肤科 他说我的皮 那个小朋友的皮肤是不会好的 一定要擦肋部唇什么什么的 然后可是我只是换品牌 竟然小小朋友的 这个 皮肤改善很多 那我就很好奇 然后就有一次 呃 我们的西亚老师就带我去 参加一个家庭聚会 那那个家庭聚会呢 就有一个 女生 他就说 他吃了 某一样东西 他的脸上的斑 就跟下雨一样下掉了 那我就想说 啊斑 因为那个时候我做仲介 我从来都没有做 防晒的 动作 没有戴帽子 也没有戴眼镜 也没戴口罩 好就是这样 不用就出去了 那所以呢我满脸的斑 那我听到斑 我就赶快跟那个小姐问说你吃的是哪一瓶 他就说他吃的宝为四 我说那你怎么吃呢 他说 早上四颗下午四颗 结果从那天开始我回家之后 我就开始 早上四颗下午四颗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朋友就跑来问我说 律师 你是不是去做卖冲光 我说 什么叫卖冲光 他说不然为什么你的斑比较淡呢 我说有吗 然后他就说 有啊 你一定做了什么 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我说没有我没有做什么 他说你一定有一定有你告诉我 我就想到说 有一个小姐告诉我 吃宝为四 然后他就说 那这个去哪里买 我说去超市买啊 然后那怎么吃 早上四颗下午四颗 结果这个朋友我就带他去超市 然后他就开始 结果呢 我还在经营调整型内衣的时候 结果我就有一群消费者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 刚好也是在 船直销的部分遇到了一些瓶颈 就是 第一个我的推荐人 他领不到钱 因为他是男生 就是整椎师 没有人要让他试穿 内衣 所以他业绩做不到 那他业绩做不到的时候 就变成我超越他 我超越他 他就领不到钱 那我超越他之后呢 在上面那个人就会变成我 要辅导我的人 可是那一次 公司有开 开一个 SST的课程 那我去了之后 我带九个人去上课 九个人每个人都跟我说 我一定要充30万 我心里就很开心 九个30万 那就是270万 我自己在 那个 青菜啦啦就有30万 这样子我就300万 我就可以上另外一个阶级 那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阶级 那个上面那个老师他就吓死了 结果他 完全不帮我 那10个人都要 30万 我一个人真的应付不来 我应付到 我都已经要生病了 那这个时候那个人还是不帮我 那我就想说 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种人 为什么不帮我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我很纳闷 然后后来呢 有一天我去台北 给人家穿 调整型内衣的时候 结果 因为我那天给 两个人穿 他们就买了4套 那4套我就等于是收入10万块 我自己就赚5万块 我就好 我请你们吃大餐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 那个调整型内衣的上线打给我说 历史你今天去哪里 我说去台北 他说那你今天怎么样 我说 我管历史亲自出马 那有不成功的道理呀 那我 我已经成功了 我现在要带他们吃大餐 然后我们就到餐厅 到了餐厅之后 我回头一看 我就说完蛋了 我的四川包呢 他们就说 四川包 那到哪里去了 原来在计程车上面 那我就赶快打警广交通台 那个报警 说我的 我的那个 四川包遗留在计程车上面 可是 当我找朋友去永和找到这个司机 他说没有 他说车上完全没有东西 所以 我因为这样 第一个 我的推荐人他领不到钱 第二个 那个上线他不帮我 第三个 我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 我说老天叫我不做了 我就不做了 那可是在上面一个总裁 他也是男生 他的四川包也是没有人要穿 他就 他就跑来跟我讲 利师 这样好了我的四川包让你用 那所有的四川费都让你赚 那 那我就说 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 我又跟着他作业 那作业的当中 有一天大概这样也15天 我又赚了一些钱 然后有一天我们去高雄 去高雄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今天老婆有煮饭 我们去 家里吃饭好不好 我说免费的 当然好啊 就去 结果他就一个机缘 他告诉我说 他接了一通电话 就说 利师你帮我去房间 拿那个85C的布拉甲 我就进去 那当我一打开门 我就吓到了 因为满屋子都是内衣 那我心里想 我是军人的小孩 我不可能有这样的 这个钱去囤货 所以隔一天 我就不敢再出现了 那这个时候心情非常的低落 非常的低落 那刚好这个时候 就是美乐家的推荐人 辛亚老师就来找我 我说 利师我们出去一下 我说不要我心情不好 他说心情不好 那我带你出去逛逛 我说好 我就跟他出去 结果他就带我去超市 那去超市的时候呢 就刚刚好在高雄 是那个有一位老师 非常年轻 然后他就说 美乐家未来 会成为大流行 他是一个通路 你也可以成为通路大王 那 环保是趋势 美丽是趋势 健康也是趋势 那你只要拥有趋势 你就可以 也拥有一个通路 那那个时候 我对趋势 没有什么印象 可是呢 下一次 辛亚又约我去参加台南的一个课程是 牧师 来讲美乐家 我先说 牧师讲美乐家 太奇怪了吧 结果那天上课的时候呢 牧师就说 当上帝 帮你关了一扇门 必定帮你开一扇窗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的调整型内衣 上帝帮我关了门 那我另外一个窗 那我另外一个窗 是美乐家吗 那那个时候我听了就很感动 我就抓着辛亚老师说 我要做 那后来 我就开始经营美乐家 好 那那个时候最主要也是讲了一个问题 辛亚老师问我说 哎 律师你有听过持续收入吗 我说什么叫做持续收入 他说 就像退休金 当他讲退休金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为之一亮 因为我的爸爸 他就是拥有退休金 他每个月 有三万块 那我就想 那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会拥有退休金 那我就要好好做 所以就是 参透为何方人迎接任何 我知道这边有退休金之后 我就愿意改变 那可是那个时候我的人脉并不多 所以呢 我就是听了一个老师说 认识人 比推荐人还要重要 所以我就每天认识一个新朋友 然后照着 公司的这个步骤 就是成功期布取 成功期要素 这些方案来 来经营美乐家 那我在 呃 初期的时候呢 因为 因为 我的人脉不够 所以 我就 我就自己列印了一个好 好话100句 我大概印了500张 然后就是出去的时候就跟人家发 然后就用这一张来跟对方来换 换他的名片 或者是 加他的电话 那个时候没有LINE 没有FB 也没有Witch 所以完全都只能加电话 所以我就是运用这个100句好话 那我这个PPT他有点跑掉 好那 到时候我再 PO给大家 好 那我用这个去认识人 非常好认识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才没有解决了我人脉的问题 好 那这个就是100句 好 那我是在1999年12月上总监的 然后 这边又跑掉了 那在那个 1月份的时候是上 旧字的总二是新字的总三 然后2月份 上了总四 然后2002年1月 他跑得太离谱了 不好意思 好那这边就是2003年是上资深 那我的速度不快 可是我是稳 稳中 求 快中 稳中求 这句话怎么讲 稳定中求成长 那时候我最喜欢讲的这一句 就是我虽然速度不快 所以我都说我是好像是蝸牛 我在经营美乐家过程当中 上资深这一段 就是我天天用蝸牛这首歌来激励我自己 因为 这首歌让我带来很大的力量 那这个是总三的时候跟总裁 拍照的 然后 上了资深之后啊 我就发现一个数字 这个时候我的月入是10万块 那我爸爸是3万 我爸爸花了30年3万 那我在美乐家三年半 有 10万块 我就发现说我的收入是我爸爸的三倍多 那我花了三年多 等于是我爸爸的30年 我等于是赚了27年的青春 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来跟我的朋友分享 那后来 就是也 继续在 经营美乐家 然后在这个 过程当中 曾经在2005的时候 我也 生 生命当中 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那段时间是我的低潮期 那低潮期呢 我 我离婚了 然后我又 就是 我 我的爸爸又过世 那那个时候我 我要上执行的 目标 就是要带着我的爸爸 去看我的表扬大会 因为那时候上资深我不知道这样就算成功 所以我没有带我的爸爸去 那我就想说 我上执行的时候带我爸爸去 可是这个过程中我爸爸过世了 我就这个梦想 就 就没有再继续 那到事后是 伙伴就说 历史老师我们也希望能够 能够有10万块 你可不可以出来教我们啊 那那时候我就想说 可是那时候 我觉得赚钱 好像不是我的目的 我想上的目的是 要上封面 所以 我就为了上封面去上执行 所以我在2011年上 12月上执行 那上了执行之后就觉得 收入稳定了 所以 就跑入了 大家所说的 舒适圈 因为 收入稳定 美乐家真的就像 我爸爸过世那个 4年半当中 我 真的 会买东西 可是没有那么积极的经营美乐家 可是美乐家真的每个月 真的给我收入 那这一段我真的很感恩 所以 我现在 就觉得说 幸福 不是一切 人还有责任 我带进来的人 我要带领他 他们能够 达到他们的目标 那我感恩我的推荐人 辛亚老师 因为善支持 得到善支持 我 我简单的支持他 然后我的朋友 也简单的支持我 那这是上执行的时候 跟他拍的照 那 那我在想说美乐家 为什么值得我经营 为什么值得我经营呢 因为美乐家是一个富足之家 那 就是他是完全是会员制 而且他没有顶盖 好 那我们在这里面是 非常安稳的 而且他还有很多的奖项 这个 荣誉的这个商业 商业还有个百年特级 也有 别人什么 直销公司都没有上 只有美乐家有上 所以我 对美乐家的信任 是非常强大的 然后他也是一个 与众不同的公司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说 他是制造商 也是零售商 那我们完全不用销售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 把朋友连结 过去的财富来自买卖 现在的财富来自连结 所以我只要连结我的朋友 来美乐家 然后 我再告诉他 美乐家的好处 他自己来买 然后我在这边就会有一份收入 那美乐家在1985年成立 他也创下了成功的传奇 所以这个美乐家不但可以做事业 而且他的产品是非常优厚的 然后 安全的 所以我们在大自然中找到解答 科学就是方法 那我们都是使用天然更安全 更有效的成分 经过严格的科学实证 追求更高的品质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好的产品 然后又好像是跟大公司 是平起平坐的 什么娇生 亚马逊 好斯多 好斯多他还每年都要缴年费 我们就缴了一次1000块 终身免年费 所以我觉得 我们竟然有这个机会跟他合作 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可以在这边消费 也可以在这边 有一份持续性的收入 我们不但安心 用的东西 它完全不含那些化学成分 完全不添加那些 氯性的漂白剂 阿摩尼亚 这些甲醛这些 所以 我们完全都是爱用者 我也因为这样子分享了很多的朋友 他们很爱用我的产品 甚至于有朋友说 丽丝 我很感谢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 我觉得你让我生活变得很简单 以前我去超市 我可能要 买东西 我要看成分 有什么有什么 那些英文又看不懂 可是我现在知道美乐家是安全的 我就 那个 管快家里缺什么拿什么 然后又不用拿太多 我就这个月拿完我家里要用的买一买 我就算这样子OK了 所以这个非常好 他也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只是单纯的购物 那像这种呢 有81% 那如果是想要跟朋友分享 像我这样就是 现在就是非常热情的想要跟朋友分享 这种呢 有19% 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份额外的收入 可以为我们的家庭 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可能就是像我那个时候我最主要是我 原先的家 就是我有800万的贷款 那我透过美乐家把那800万还掉 可是后来因为遇到一些问题 我必须要再买一个房子 所以我现在买的房子是 完全都是美乐家帮我缴贷款 所以我非常感恩美乐家 那我们在这里 我就是我只要做什么呢 我就是推荐消费者加入 成为美乐家的优惠顾客 那我不需要 同货也不需要代购 也不需要送货 也不用 那个 巨额的投资 完全不用不用 我就是告诉他好处 然后完全没有风险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工作 那目前呢 我们 96%的回购率 那 在昨天 那个北美有通知 我们是97% 我非常开心 那因为这样子呢 我我们这样子发出去的奖金呢 有67亿的美金 我觉得 我们这样子小人物能够 一个财务富足奖是3万块 四大向线 那四大向线呢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管 过去 我们如果是上班族 那个 或者是我自己开店 我开了代书事务所 那这个都是在穷人的向线里面 那我现在就是在迈入这个 富人的向线 就是 每个家他就是一个 依照 依附系统 系统来帮我们工作的一个 这个系统收入 所以我说是叫做平凡企业家 那我们如果手头上有钱 也可以做投资 只是说 投资这个是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 风险自负 那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张 他说 你正在寻找一个事业吗 如果这份事业仅需努力 经营一到两年 就有机会拥有一份 5万到10万的持续性的收入 你有兴趣吗 我一听我就很喜有兴趣啊 那这份事业呢 不用资金不用店面 不用囤货 也不必送货 不必推销 不必收账 没有业绩压力 也没有文书作业 没有风险 你有兴趣吗 当然有啊 那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将你家中的日常用品 换个品牌 而且用的是你原来的预算 不是新的投资 同时 你只要将美乐家环保产品的优点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借着口碑相传 你就可能 拥有这份事业 得到一份持续性的收入 我超喜欢这持续性的收入 那这个 要有开办费 要有房租费 或者是什么的 一大堆费用 那 再来就是 我也做过业务 业务的时候就是高高低低 没有做就没有收入 那专业人士代数也是算 那当我不做的时候 也是没有收入 所以这样的收入就 这样的收入结构 这个叫做暂时收入 会让我们忧心忡忡 那 所有的行业呢 就是有 水电器法师啊 就是 自来水啊 家里有 电也有 那这些 都是 那个国营行业 或者是财团在做 那有一个行业就是 家通 就是美乐家 那美乐家就是建构 家庭 每个月循环消费的 第六通物财 我就觉得 这是我小人物的机会 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也更喜欢这一张 那个时候 老师都跟我说 这张一定要贴在 我们的天花板 甚至在我们的床上的 那个天花板上面 你睡觉的时候 你都要想象 我们将来的收入是 越来越多 因为它有 累积 持续 倍增的收入 那这个收入就是 每个月累加 累加 累加 那当然就是 你要每个月有 一点点的工作 每个月做一点 每个月做一点 然后就这样子 一直越来越 领多 越来越领多 越多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拿着那个 荧光笔啊 这样子 然后 在那个墙上 画几圈 这个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这是你的收入 那初期可能 我们当初 是只有7代7% 我就认真做梅乐加了 好 那 那初期那个时候 有一个叫做不平衡期 那 不平衡期和我们可以决定要长还是短 所以就是 你在初期的时候越努力 这个就越短 那你如果说拖的太久 你会觉得没有力气 可是呢 现在 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持续收入就是 一群老顾客 主动向同一公司 每月循环消费 大于 大于等于35点的 消费通路财 好 那 这个前面前期的这个收入呢 我们透过这样子 等一下有一个 告诉大家 那 这个 再来就是我们结合六大行业 六大行业就是传销业 那我过去传销业 可是我业绩压力 压得我传不过气 然后再就是我的 推荐人 他们领不到钱 因为我超越他 所以那美乐家把缺点拿掉 把这个口碑相传 留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 日常用品业 这个是市场大 家家户户都要用 所以是人人都要用 那我以前做的是调整型内衣 我就画了一张图 就是 男人不穿 这个市场就剩下一半了 然后那个 身材好的不穿 又少了一半了 然后小孩不穿 老人不穿 又少了一点 然后再来 没钱的不穿 所以我的市场就剩下 二十四分之一 那美乐家呢 不管老人小孩 年轻的 大人小孩 通通都要用 都要刷牙洗澡洗脸 只要有头可以洗头 有脸可以洗脸 他就需要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市场 百分之百 那这个市场二十四分之一 所以我就选择了 这个百分之百的 这个事业 那保险业 他的好处就是 他有续绞 那可是呢 当你年龄越大的时候 你服务的人 也要越来越多 那我们是在这边 就是把消费者 导入我们的 那个直购系统 还有流客系统 然后经营者导入 预财系统 倍增系统 就可以创业了 那这个就是结合六大行业的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留住 我们的顾客 然后达成率95 那96 现在是97 然后甚至于我们还有这个 有购财备业 物流业 咨询业 我们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通胞的一个事业 那现在呢 就是有行销革新 还有这个超前部署完美策略 刚刚说的不平衡期 完全就从2019年3月 公司出了这个行销革新之后呢 就解决了前期收入不高的问题 然后超前部署完美策略呢 也让我们很多的伙伴 在这边达成 半年甚至有三个月 就上了资深总监 然后一年上了执行总监 当你资深总监的时候 就叫做东方不败 月入10万 那执行总监 就是笑傲江湖月入二三十万 那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 在这边拥有这个持续收入 那我这边有一个拼图的联想 就是说 如果我要在美学家上执行总监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在要上资深的时候 是要有五个总监 我要上执行是要十个总监 那这个时候呢 我那个时候的休闲 是我在拼图 那拼图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说 这个拼图好像跟美乐家 也可以做连结 就是初期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人 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通通都把他放在这个纸上 都把他集结来 跟他分享美乐家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再来开始 就好像那个塞子啊 可能他观念不好的会被塞掉 然后他又那个经济不好的 可能他有困难或什么的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续地 那这些我们都会遇到 那甚至于有些人也会 就是跟我们撒热油啊 撒冰块啊 教的我们那个焦头烂额的 可是 我都说初期的时候 我的心是非常脆弱的 就是遇到一点小事 我就哭 遇到一些 一些人家那个什么状况 我就回家就流眼泪 然后说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那渐渐的 遇到这样的人多了之后呢 就训练我的心脏 本来是玻璃心 然后慢慢的就变得 有塑胶的感觉 再来就是变得铁了一点 然后现在是不就钢 即使遇到很多的问题 因为在经济美乐家的过程 也有老师说 来的来去的去 夸奖的夸奖 闲的闲 所以我们一定有被人家闲过 也有被人家夸奖过 那都会遇到 那这个遇到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那这个拼图就是 我们要先把周边的先找到 就是说我们要先找到焦点 让他固定 成为我们的经营者 然后在这个过程呢 你再找那个雷同的部分 然后把他们互扣 互在一起 然后就是能够 尽量能够做成一条大象腿 渐渐的就有成型了 这个事业好像就有感觉了 那那个时候就慢慢的上了 资深总监 那到最后呢 要上执行的时候 还缺两颗总监 那我刚刚好就少了两片拼图 那还好 我买的是有厂牌的 那个拼图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少两片 他就说好 那他们去 去申请 然后要邮寄 从国外寄来 那寄来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继续好好的 经营美乐家 然后经营 然后后来 终于寄来的时候 也是我上执行的时候 所以就成了这张 我还把它表起来 这就是我给自己执行的一个礼物 那其实我在每次进阶 我都会给自己礼物 像我之前开了小march 后来进了某个街 我就说买车 买artist 然后后来又进了某个街 就买了chamerely 那现在我也有目标 就是当我在进阶的时候 我就要再换车 那车我有考虑好几个 那还在考量 所以其实应该是要我马上 想到哪一辆车 我就会马上进阶 所以我要赶快想 那这个就是我拼图的联想 那这个就是我时间的轨迹 那这个 这个是我小孩子 看到他光头吗 就是因为我的母亲 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的头发都是妈妈剪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妈妈给我剪到耳朵的时候 我还很生气 那当我在小孩的时候呢 小孩的头发也都是我剪的 那儿子我买了一个撸刀 那就是我在撸他的时候呢 他头一转 结果我就撸了一大片白白的 结果就越撸越上去 后来我就给他剃了一个 红孩儿的头发 然后人家就跟我讲说 你儿子长那么帅 你用红孩儿 你不怕被老天收走 我吓死了我赶快就把那个红孩儿的那个头发又撸掉 所以他就变光头 然后这边就是 我因为美乐家改变 我有收入了 然后我跟了很多的执行老师一起去杜拜 那去杜拜的时候呢 那我以前就有一个梦想 我是希望在杜拜的那个前面 是夫妻两个在那边拍照 可是那个时候我离婚了 所以我就用小孩子来弥补我 我就问小孩要不要跟我去 我女儿是说 好啊 就是要跟我去 可是儿子呢 我求他的半天 他都不跟我去 是等到非要买机票的时候 我说弟弟 已经要买机票了 你到底要不要陪妈妈去啊 他才说 好啦 才陪我去 所以我非常开心 虽然光去杜拜那一次 我们三个人就花了将近60万 那真的都要感谢美乐家 那我也很珍惜这一次的机会 那那个小孩子能够陪我去 那也因为在美乐家呢 我喜欢环游世界 那这个就是那一年 我们一起冲着执行 我们的伙伴拍照 那这个是到了法国公司招待 那这个是去海南岛三亚 那这个的话是 跟魏老师谢老师 还有很多的老师 一起去西班牙葡萄牙 那这一次去呢 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还遇到了那个香港机场罢工 还有那个巴塞隆纳的那个 那个霸占那个机场 让我们又多游了三个国家 多游了两天 可是多留两天的时候呢 大家完全都不紧张 因为我们有持续收入 所以我觉得 这个持续收入真的太棒了 那这个是2012年 跟好多老师去公司招待去美国 那这一次呢 也就是我上台去挥挥手 这个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也是海南岛三亚 所以我就是 现在我都下定决心 公司有办活动的时候 尽量让公司招待 那我也可以省一点钱 那当然其他我也有自己去 就像我们的杜拜也是自己去的 然后也去了印度啊 还有那个澳洲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边拍照 这个是 这边是哪里我忘记了 那这个是澳洲 这个是杜拜 那这个是欧洲 然后这个是印度 然后这个就是在杜拜的 帆船饭店里面用餐 然后跟小朋友拍了一个照 那这个好像是北欧 然后这个就是 也是在西班牙葡萄牙 跟我们的老师们一起拍照 好 那我非常感恩 魏老师 谢老师 因为系统 然后现在就是我的咨询线 我非常感恩 然后我也希望这样子呢 能够再多一次 再上一次资深 那就可以上了执行级 然后再上恩丁 那我很喜欢这一句 就是这一次创业呢 免资金免经验 期待三年后拥有五千万的资金 会有每个月自动进来 资产收入十万元 可以过想过的生活 非凡自由 有尊严 能安心 子女也放心 只要你要全宇宙的力量 都会来支援你 好 那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期待把自己化成一道光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借有你的光 走出黑暗 我是管理师 我在富足团队 我愿意感恩尊重爱 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愿意感恩尊重爱